今天呢我们来谈一下SVD分解的重要引用 就是影像压缩 当然现在你可能不知道SVD分解是什么 不过我们就从这个例子里面 我想让你对SVD分解有一些好奇 好那其实影像压缩呢 我们来看一下像这里有个影像 它有一个黑方格跟白方格 不过黑方格现在没有很清楚 反正黑方格呢宽度有15 那高度有25 所以现在这里总共怎样呢 总共就是15乘上25 总共就有375个方格 所以原本要记录这个资讯呢 要375 可是如果你仔细的去分析一下这个图 这分析这个图其实怎样呢 它只是由这个三行组成 第一种呢就是由全黑的 第二个是上下黑中间白 第三个是什么呢 上黑中黑下黑 但是有两段白色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要去 记录这个矩阵的样子呢 我们不需要记录每一格是怎样 我们只要记录 它直行它有一些样貌 我们把这些样貌记录起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其他行 用这几行组出来 所以我们只要记录两种资讯 就是一个组合的方式 另外呢 这三行的资讯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这个矩阵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SVD分解的一个重要方法 利用怎样 行向量它们相依的关系 我们只要找一个关键的这几行 关键这几行 其他的行就可以用这几行组出来 我们下期再见